我跟各位說 真正的AIPC AI手機 其實我們公司正在跟客戶合作 什麼叫做AIPC跟AI手機 就是各位看過鋼鐵人 鋼鐵人裡面有一個語音助理 叫做Javis 所以簡單的結論就是 另外他還推了這個Galaxy Watch 這個是手錶 那當然這個手錶一樣 他就是跟手機或者是 可以一起運作 那再來就是他有AI輔助的功能 譬如輔助睡眠分析 運動的這個輔助偵測這一類 有了AI的穿戴式裝置跟沒有AI有什麼不一樣 你是不是看不出來有什麼不一樣 這就是我要講的 其實感覺不太出來 差別大概就是他裡面用了 人工智慧的類神經網路 去幫你做一些運動分析 以前沒有的時候好像也可以做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結論就是 AI PC跟AI手錶是一個話題 它是一個炒作的話題 今年推出來的這些產品 坦白說對市場來說 我認為沒有那麼驚豔 蘋果呢 包含蘋果在內 不會那麼驚豔 所以簡單的說就是 可能大家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就是這些產品推出AI的產品 它不是新的東西喔 它是要取代你的舊電腦 你去買AI PC 就代表你會少買一台傳統PC 所以它不會增加量 所以AI PC能帶給我們的只有換機槽 這是大家預期的 可是當你用了現在這種AI PC 你就會發現好像也沒什麼啊 你就會不想換 所以我就有點擔心這一類的產品有點過頭 好 謝謝曲博 請先回座了 這是先跟您解構一下 到底在這個禮拜隆重登場的 三星新品發表會 真的所謂的Galaxy AI有AI嗎 曲博提到一個重點了 現在大家對於它們的定義 似乎都還很模糊 所以什麼時候可以實現 最快明年 但就算是明年靠不靠譜 也還是一個大問號 那概念股的操作就很重要了 接下來怎麼沿著這些商機 來操作概念股 還有電子股跌倒了 誰有機會吃飽 休息一下 不接告訴您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我可以做出專業的解讀 我覺得很喜歡的